赤道就是大家又会觉得你很性感很性感 而又看不完的 这个我认为是我创造出来的 三点不露 第一次留意这个人 其实就是他1987年去参加香港小姐选举 谁知道接着他就爆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他一个跟他一起选的 其实他一个好朋友居然刺他背脊就说他整容 其实他是跌倒下 下额碎了就 其实是矫形 由于很大压力的时候 第一次有这样的事发生 他顶不住了 就退出了 为什么他的气好像很突出 连林青霞都合作 他就在外面说 哎呀 我整天跟在超速针屁股后面 一直在这边都不知道我什么 稍微留得配周星驰多一些 又做得很好 尤其是他有一场 跟周星驰两个在那个房子里 好像他 他侮辱了周星驰那一场 那场做得非常好 烧到绿地 不止这样 也都全部接得了周星驰那些东西 老婆其实是很厉害的 林青霞 李嘉欣 张敏 袁杰 加一个当时未红的陈德庸 来做商议 做两姐妹 后来陈德庸多红 那就不关于 我这么多人来做 其实我已经吸了几个老婆了 否则更重要 大家都已经开始留意这个人 这个人正在出禮了 但当时他都明白 这么多人 我要出位真的不容易 我说是呀 你做玉女就是这样的了 除非有些突破 叶玉卿和李丽真 就拍了几部三级片 就很放 就引起了一阵热潮 那我跟他说 你有没有胆向这方面想 他说 去到这样我不行 那我说 千万不要去到这样 千万不要真的存浪 那你就 你就低低了 太低了 你要做到一个 赤道就是 大家又会觉得你 很性感很性感 而 又看不完的 这个是我认为是我创造出来的 三点不露 就是露而看不到 这个真的是我创造出来的 以后所有人都经常跟我 这个赤道去拍一部电影 我没有想起来 我会觉得你会不会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